黑龙江黑河市爱辉区部分风控区管控区调低风险等级 11月21日电 据爱辉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 21日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发布调低风险等级的通告 根据黑河市爱辉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胆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调低风险等级和解除风控管控 工作方案要求由各街道社区申请 京区指挥部专家组评估通过 并向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 决定自2021年11月21日十一时开始执行 一 将花园街长海社区教育大厦小区 盛泰小区三号楼 中房76号楼 维炭吉兹楼九号楼 金兰社区农发行小区中房74号楼 联通社区区房产五号楼 广通社区东方阳光小区 五庙屯社区景观名院低洞楼 博文社区上品家院二号楼三号楼 兴安街邮政社区东龙小区二号楼十四号楼 海南街温新社区热店名院六号楼 立波家园二十二号楼 高发西城七号楼 北国明珠两期一夜号楼 陆圆春社区双幅商城棕活楼等 十五个风控区调低风险等级为防范区 调低风险等级为防范区的将按照新的管理方式执行 小区内居民可以在本小区按楼宇单元 分时错峰活动 避免聚齐严禁串门 出小区 二 将花园街金兰社区华泰272号楼封控区 调低风险等级为管控区 调低风险等级为管控区将按照新的管理方式执行 有序组织好小区居民下游采集核酸 合理安排小区居民领取物品 避免人员聚集 做好物品消杀 及时引导居民返回住所